今天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向30周年的日子 按照立向时指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几代航天人接续奋斗已经完成了前两步任务 到今年年底即将完成中国空间站载轨建造的第三步任务目标 神舟14号航天员陈东、刘阳、蔡旭哲 21号先后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向30周年纪念封上加盖纪念印章 并向既往开来的一代代中国航天人送上祝福 为了圆梦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科技工作者已经接续奋斗了30年 1992年9月21号 中国确定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即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 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飞船工程 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 空间飞行器的交汇对接技术 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 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 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2003年10月 神州5号将中国首飞航天员杨立伟送入太空并安全返回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之后又将两名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 至此中国载人航天第一步任务目标完美实现 2008年9月 神州7号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航天员出舱活动 成功完成多项技术实验 2011年11月 神州8号与天宫1号进行两次空间无人自动交汇对接 突破掌握自动交汇对接技术 2013年6月 搭乘这三名航天员的神州10号载人飞船载轨期间 与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成功进行了自动和手动交汇对接 并首次开展中国航天员太空授客活动 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完美受惯 2020年5月 长征5号B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 正式拉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序幕 在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已成功将天河核心舱 三艘载人飞船 问天实验舱及三艘货运飞船送入太空 空间站组合体形成一字形构型 三批九名航天员实现空间站长期驻流 开展了多项载轨科学实验 完成六次舱外活动 目前 孟天实验舱和长征5号碧瑶四运载火箭 已经进入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进行总装测试工作 天舟5号和神舟15号飞行任务 也正紧锣密鼓按计划推进 中国空间站建造将在今年完成 后续将正式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